今天來撞的這一個人 說因為我在兩年前的直播當中 提到他這個人 所以他今天忽然下班經過 看到了心聲不滿撞進來 我死沒關係啊 他搞不好現在在看我直播 這次打我戲 我也不太想活 真的 下次拿槍來開啦 我什麼都不能做啊 我只能等你打死我嘛 看到他交保了 我安心了 沒事就好沒事就好 砸了電 撞了門 威脅完了 恐嚇完了 我們國家保護你 沒事就好 真的便宜又大碗 我安心了你懂嗎 我更開心了 這麼好的消息 就3萬 我們撤出三總管 這個後面的這個負責人啊 他加盟我們嘛 他把公司掏空了嘛 我們不願意再經營嘛 那時候負債4千多萬 這間館裡面的 就是你沒處理完的匯集跟 這些所謂的課程 剩4千多萬 他出4千6百萬的成本 他拿了9千6百萬 離開這間公司 也就是說他賺了至少4千多萬 你今天要做兄弟 你要跟別人拔罵 你要把我討責說法 說我沒討論啦 我沒找你們算是不錯的 你們我來把我算是 今天來撞的這一個人 他跟記者 還有他的什麼甘地 那個叫做預謀犯罪 那個叫做預謀犯罪 為什麼他甘地會出來講那句話 講那些話 說因為我在兩年前的直播當中 提到他這個人 所以他今天忽然下班經過 看到了心聲不滿撞進來 就是他們要製造一個叫臨時起義啦 不能預謀犯罪嘛 也不能說是組織犯罪嘛 會有組織犯罪的問題嘛 他也很懂啊 三重管载交接的時候 這一個人出現在那裡 就是腳頭兄弟 他就是黑社會 我們的會員當場跟他起衝突 結果那時候就有很多人 提供他的個資給我 不是個資 就是他有上新聞的畫面 結果他說我洩漏他個資 請問一下喔 你身分證電話號碼會有洩漏嗎 你自己在那邊欺負我們的會員 哇你很白的耶 還要等我四千幾萬 還要去我的會員 過兩年後再來叫我的店 要把我討責的公道 走路不然也不是這樣做 這電影裡面看到的啊 就惡霸啊 這頂人 騙我四千幾萬趟 然後公司留一堆爛攤子 後來怎麼處理 他們說他們受不了 來跟我拜託 希望我能把公司買回 我後來還給他錢 然後他還公開承認 他叫鏡週刊寫假新聞 我有去告鏡週刊 法官說我有自證的能力 他沒工作 這叫腳本 我跟大家解釋 這個人啊 我每個警方提供資料 他們還是 到檢察官那邊還是 交保給他走 我跟新北檢察官講 你就保佑啊 我死沒關係啊 他搞不好現在在看我直播 這次打我死 我看到好多下面的留言都說 開店就好好做你的生意啦 閉嘴啦 說我不要這麼紅色啦 你如果要做生意 你就不要說禁禮啦 我講政治是做壞事嗎 我是做社會公益 我講的都是社會公共的利益 我做生意是 以客為尊 專業熱情服務 我也不太想活 真的 你看我的臉啊 你一定有在看直播嘛 下次拿槍來開啦 我什麼都不能做啊 我只能等你打死我嘛 我能拿個棒球棍去嗎 人家喜歡來砸店就來砸店 砸完了交保金3萬塊 我剛剛跟律師在我的辦公室啦 一直看到他交保了 我安心了 沒事就好沒事就好 對不對 砸了電 撞了門 威脅完了 恐嚇完了 我們國家保護你沒事就好 真的便宜又大碗 好了沒事就好 我安心了你懂嗎 我更開心了 不開個直播來慶祝一下 怎麼可以 這麼好的消息 就3萬 因為我的X跟聖女貞德一樣 我跟耶穌一樣 打我的左臉 我的右臉 你帶腫的 就朝著人來嘛 我現在出門來跟我老婆講耶 老婆啊 記得耶 我有把保險 我怕你忘了 最近看這樣 我可能又要吃子彈了 我想說 也不可能每次都救我回來 我還跟我老婆撒個家 我說老婆親一個人 搞不好我等一下出去就沒了